凌晨十二點多 新興區一家海產店 一票酒客站在馬路中間 瞬間爆發肢體衝突 同桌有人拉開兩名男子 警方到場發現 海產店的老闆疑似拿菜刀砍人 海產店老闆被帶回派出所 但現場一片混亂 一名酒客疑似臉部被砍傷 先血狂流地上血跡翻斑 而另外一名男子 頭部被老闆用酒杯怒砸 站在路邊咆哮 警方強制將兩人送醫 原來這兩名酒客 平常都是海產店的熟客 疑似喝醉酒 講話口氣泰沖 和老闆一言不合情緒失控 老闆keypup衝到廚房 拿出一把大菜刀 做事砍人爆發肢體衝突 部門店內同桌酒客的講話態度 先以酒杯砸傷其中一名酒客 廚房拿取菜刀 砍傷第一名留性的酒客 酒後鬧事把熟客當成仇人追砍 還好受傷的兩名男子送醫後都沒有大礙 但海產店老闆這下事多了 被警方依殺人未遂 和傷害罪嫌送辦 這次是蔡雙吉高雄報導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享有折扣喔 DHA!